旅行者一号已经飞出太阳系了 但是在我儿童的时候 我在儿童科学画报上看到的 我觉得印象好深 就是说发射了一个旅行者一号 上面携带着人类的信息 刻在一个类似于CD那样的 一个黄金的一个板上 里边好像还有中国的方言 就各种语言录的声音 就是向外星人介绍地球的信息 甚至好像还有中国的什么名誉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茉莉花 它里头实际上有很多科学信息 包括就是指出地球在太阳系 属于第四个行星 然后太阳系在银河系的什么位置 后来你知道我一看 这个刘慈欣不也说了吗 黑暗森林理论 说别回答 别发信号 然后后来我听到霍金也说 说这个人类不要主动寻求 跟这个外星人联系 我还想我这下毁了 这也收不回来了 那么都飞出太阳系了 那么哪天给人看到了 好这有你叫目标 您觉得他们霍金说的 这霍金就说 您觉得有谱吗 我觉得不靠谱 为什么 霍金是我师兄 他以前是很智慧的 不靠谱 是因为我认为 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已经陷入那种 就是一种很执念的这种状态 为什么呢 他已经是功成名就了 黑暗森林理论 非常非常 就是他的成名作 对 他后面就开始思考 进一步的东西 比如说宇宙第一推动 怎么来的 诸如此类的问题 万物定律 对 他就开始说 外面的这种 这种 所谓智慧生命的存在的事情 他就开始 相当于抓牛角尖了 现在的这个 有很多科学家 到了晚年 都会陷入这种局面 很多 面积很大 牛顿晚年练习 就研究了 因为牛顿 牛顿实际上 他是出生在天主教家庭 他童年有这个熏陶 跟子 包括霍金 我刚才说 他真的是陷入了 你刚才说的这种 科学家晚年以后 他就不再专注这个 就是数学啊 物理啊 这些东西了 他就开始想象了 万一是真的呢 万一 有可能 有可能 但是我是不相信的 关于外星人这件事情 我有两个信念 第一个一定有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因为这个 像太阳 太阳绝对不是一个 那么特殊的一个东西 像我们现在知道 像太阳这样的痕迹 是最多的 还有比较大的 两千亿颗 两千亿颗里头 大部分是太阳 类似太阳这样的星球 然后星系有多少呢 几千亿个 星系 你想几千亿乘几千亿 这么大一个庞大的树木里头 演化出一个地球 这样的行星 是很有可能的 第二个信念 我们碰不到 不是他们都在沉默 等着谁先暴露目标 我从地球的角度来说 人类文明 五千年吧 现代科学 你算两百年 而且现在尖端科学 就是能够进行宇航 就是星际旅行的 你刚才说 那个旅行者一号 仅仅是扔一个东西 出去而已 就是我们现在能够 载上有用的东西 然后到达另外一个行星 现在已经实现了 这个才几十年 就是相当于 这个窗口很窄 但是我们地球上 发生了什么 已经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了 那么多瘟疫什么的 对 因为我是搞恒星的 我认为地球的终结 一定是太阳的演化 这个是四五十年 四五十亿年以后的事情 但是现在 现在如果是因为 我们自身的原因 把自己灭掉了 所以这个人类 存在那个窗口会非常窄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你要在这个窗口里头 说是有外星人的访问 或者你出去找外星人 你想想 那个窗口会非常窄 你就不碰巧了 那存在过生命 但是他可能自己 把自己给干了